在随后进行的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太极剑这个项目当中 06年多哈亚运会该项目的三名奖牌获得者又重返第16届广州亚运会的赛场 四年之后再次同场较量 多哈亚运会金牌得主马来西亚选手蔡峰云和银牌得主日本选手龚康爱 与09年太极拳个人冠军印度尼西亚选手郭丽娟以相同的比分9.67分暂列第一位 你现在看到的就是印度尼西亚选手郭丽娟的一套太极剑的表演 我们再来看一下来自于日本的选手龚康爱的精彩表现 这是多哈亚运会金牌得主马来西亚选手蔡峰云 这位选手实力非常 他还获得过07年世锦赛的冠军 在下部进行的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太极拳这个项目当中 马来西亚的蔡峰云再以9.69分的成绩名列第一位 中华台北队的温清尼以9.68分排名第二 日本选手龚康爱得到了9.67分排名第三位 我们现在看到在场上表演的就是马来西亚选手蔡峰云 对比06年多哈亚运会呢 他表示自己不但在戏处上 而且在表演上都有很大的进步 这是太极拳项目排名第二位的中华台北队的温清尼的精彩表现 本场比赛他认为自己没有任何失误 内心非常平静发挥的不错 亚运会的比赛比市锦赛竞争还要系列 亚洲选手无处水平那是非常高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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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中国下的选手蔡峰云以19.36分的总成绩夺得了冠军 日本的龚刚艾以19.34的总分获得了银牌 中华台北队的温清尼以总分19.33分摘得了铜牌 中华台北队的温清尼以总监